本来2019年一过,我就该做这一期视频 但是2020年的一开年 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让人感到压抑的事情 所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如果你现在还在家里的床上平堂做事事 那么听我的,看这期视频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纪录片 让我们一起把生活变得积极起来 大家好,这里是纪录片旅行 我是带你们透过纪录片看世界的八道 虽然这十部纪录片已经是去年票房的前十名 但是我猜对于现在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 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来说 这些名字依然非常非常的陌生 所以在逐个盘点之前 我先对他们整体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在这十部纪录片当中 有三部国外的纪录片 七部华语纪录片 那么在这中间有纪录单个事件的 也有纪录人物个体的 当然也包括一些关于人物群像的纪录 题材方面有历史的 有关于社会潮流的 也有关于社会现象的 因为我不想把这一期视频做得非常长 所以这一期榜单我会分为两期视频 在下一期把榜单说完的最后 我会对整个榜单做一个分析 同时也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的感受 来让我们开始盘点一下 2019年中国大陆院线上映的 票房前十位的纪录片 票房第十位 尺八一生一世 总票房332.5万元 这是一部音乐纪录片 同时也是一部人物群像纪录片 影片透过一群中国日本美国和尺八有紧密联系的人 以尺八作为线索 映射出他们的生活思考和感悟 这一部影片同时也是我本人非常非常非常遗憾 没能在电影院观看的影片 虽然这部片子的题材是非常小众的 但它达到了我个人 因为我自己是对唐朝中日交流这一块非常有兴趣 影片的最后 所有的这些尺八大师都去西安的青龙寺 做了一场盛大的演出 这是在片子里讲的 然后我非常尊敬的空海大师 当年在大唐学习的时候 也是在青龙寺住 当然这话扯远了 就是我自己非常偏爱这部片子 非常的推荐 这部片子也可以在平台上找到 票房第九名 他们已不再变老 票房333.8万元 这是一部战争历史提侦的纪录片 讲述的是一战英军生活的故事 也真的是一部非常精专话题的片子 它的导演是指环王霍比特人 等一系列大片导演Peter Jackson 这部片子乍一听起来 好像很普通只是讲战争的 但是它其实突破的是 我们对纪录片的一个意识和认知 因为它是用非常有限的一战的胶片 来用高科技手段 重新把它还原了当年的生活 重新讲述了一个 Peter Jackson眼里边的 那一个年代的故事 所以这个片子不多说了 因为我曾经做过专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一下 票房第八名 版本龙一中曲 票房371.4万元 这又是一部关于音乐题材的纪录片 只不过它记录的是单一人物 日本著名的作曲家版本龙一 影片透过近几年 它的生活 例如它参与的反核运动 例如它与癌症做斗争的这些事件 展示了那个不断在探群 生命意义的版本龙一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片中看到 它一路来的成长历程 包括它创作音乐的方式 这部片子我也不做过多的分析了 因为以前曾经做过专题的视频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票房第七名 零零后 票房509.4万元 根据豆瓣的介绍 这是一部记录两位主人公 从5岁到17岁成长的故事 历经了12年的拍摄 很遗憾我没能在影院看这部片子 也没在网上找到片源 但是我个人是有一点期待的 因为12年时间总会能说明点什么 但是网上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他们认为这两个主人公 没有什么代表性 他们不能代表 零零后普遍的家庭出来的孩子 所以这是也不一样的声音 我希望有一天能早点看到这部片子 票房第六名 港珠澳大桥 票房546.9万元 这是一部记录 单一事件的纪录片 讲述的是港珠澳大桥 在修建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那么对于我个人而言 更像是一部专题片 或者是宣传片 因为我的生活 离这个港珠澳大桥稍微有点远 没有能产生那么强的共鸣 但是也许 现在正在看这部 这个视频的朋友 有一些是在珠三角地区生活 或者是见证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 也许你们会对这个片子 有更多的兴趣 所以说了这么多 你们有没有对刚才哪部片子 比较感兴趣 你们也有没有被票房吓到 这一期讲的是第10到第6名 我们下一期聊一下第5名到第1名 那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